总统不好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右侧这边 不只握手笑得好开心 两人稍早一前一后走入会场 蔡总统还礼貌性的回头等待宋楚瑜 亲自宣布宋楚瑜二度担任APEC代表 今天的APEC经济领袖会议将在11月举行 我在此要正式宣布 将再一次为请宋楚瑜执政 担任我国的领袖代表 府方考量要借重宋楚瑜跟大陆交涉的经验 希望我方代表在会议上不会受到打压 不仅是与陆方的交流 宋楚瑜也肩负新南向政策的使命 以新南向政策出现台湾对APEC的贡献 及区域发展的责任 宋楚瑜表示非常感谢蔡总统的器重 自己会全力完成使命 两次竞选落败之后 我们这位总统还能够指派 我到国际场合 去代表我们的国家 这说明台湾是一个成熟的民主 蔡英文希望借由经验丰富的宋楚瑜 让两岸加温 但民进党先是隔魁赖清德爆出台独说 小英国庆又抛出修宪议题 更被质疑往台独倾斜 蔡总统打出宋楚瑜这张安全牌 还能不能奏效 也要看陆方买不买单 记者华少平顾尚军台北报导